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有华语圈媒体报道 SMC的男团成员被爆黑料的消息后 很多华语圈网友们发四新闻 去亨廷吧是争议吗? 真的有在韩网引起争议? 是不是有些争议只有韩国人才能理解? 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首先引起争议的成员是Sui 有关争议的天文在韩网收到了 20万30万多的观看次数 真的是引起了非常高的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2003年出生 今年19岁的Sui 在亨廷吧拍的照片 这个亨廷吧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议性 但不是什么夜店 也不是什么去了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只是韩国部分网友们认为 练习生时期去这种酒吧就不应该 而韩国网友们觉得更严重的事情是 旁边这位朋友 看这位朋友的话 腿上有伊列子米纹身 伊列子米纹身就是这种纹身 因为在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纹身 所以网友们就觉得不太好 然后就是这张 On my ex 在网络上就是指没有妈妈 不是真的没有妈妈 而是像一种脏话一样 最后就是这张 这里本来是应该要用西班整 但是他使用了西班整 其实Max是吧 对高中男生来说也没什么 说实话 有很多男同学之间都是这样互相说脏话 但是因为在这些照片曝光之后 突然有几位网友认证毕业证书后表示 自己是除非的同学并爆料 我是在一个学校毕业的 他真的是小混混 他的朋友们也是喜欢摆架子 喜欢抽烟的混混 绝对不要喜欢他 所以这些爆料就跟前面的几张照片 一起引起了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有关长相人生攻击的留言就没有带过来 最近不是都要调查过去记录 没有问题的人才能出道吗 SM在做什么 更有以列自民文社的同学去亨厅吧 不是很平凡的事情吧 说实话 我们国家对于文社还不是很友好 况且还是学生时期的话就更不好 但他却做了 就觉得不是很平凡的学生 虽然不能以朋友来判断他 但是难免会对他有偏见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爆料 他抽烟说别人父母亲脏话 欺负同学的爆料 等出头的话 被欺负的人会忍耐吗 现在退团比较好 有艺人梦的话 平时应该要好好做人吧 每次看到霸凌或者什么争议的时候 就觉得无法理解他们 一般都是出道后 有一点人气的时候被爆料这些 应该是很不喜欢他的同学 一直在等待时机了吧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这不就是很平凡的高中生吗 这是需要有一千多条留言的争议吗 他应该要切掉周围的朋友 如果不是霸凌的话 上传这些照片肯定都是嫉妒 这就叫认证吗 一个证据都没拿出来 我真的不是他的粉丝 只拿个毕业照就说是认证 我也可以做 相信这个的才是傻子 一类资品纹身确实是不怎么样 但也不能因为朋友那样 就把它也当成是混混呢 又开始了 Aspot的时候也那样 只要在SM有新人出道就这样 也不是有什么明确的证据 等有证据之后再酸也不稳呢 目前负面的留言 大约占80%左右 所以对于SM新男团成员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eventeen成员们 Seventeen成员群 在中国主演的网剧 《独家童话》 于7月底上线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Seventeen成员们 看到队友委屈后的反应 《独家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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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童话》